这台机子是黑瓶的 黑瓶是吗 嗯 余师傅 这里有台黑瓶 过来讲一下我怎么弄 怎么了 这台机子是黑瓶的 黑瓶是吗 嗯 等下我拿个洞子 我们修黑瓶的机子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判断 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常用的有三种屏幕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检验一下 我们所用的这个屏幕是哪种屏幕 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 那个这里是这种屏呢 是叫勤创屏 它的背光在这里 背光在这里 它的供电背光是9V 就可以把它打亮了 另外还有一种像这个 这个是大屏机的 大屏机大屏安卓机用的 那个显示屏 它的背光的话 要16V才能打亮 另外还有一种像这种 看这个排线 这个排线像这种叫 焊彩屏 焊彩屏 同样它也是跟这种 情创屏9V 它就可以打亮了 知道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只要我们遇到黑屏的机子 首先我们要打开 把背光拿出来通电 集结给它通电 如果说是这种屏幕的 情创屏 还有那个焊彩屏 直接拿出来 通12V进去 看一下12V进去 看一下它亮不亮 它背光亮不亮 这种焊彩屏呢 你就直接给它通个12V 也可以了 它现在亮了 亮了证明屏幕是好的 那如果说屏幕是好了 还是黑屏 那么就是 就是那个 背光电源部分出的问题 背光电源 也就是说要查这个线路 这个线路 插进去的 这个线路要查 另外还有一种 还有像这种的话 是我们大屏安卓的 它的电压比较高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 把这个电压表调到16V 再给它通电 16V再给它通 因为它的背光 是电压要高一点的 给它通一下电 这个背光也是亮的 对吧 一定要拔电 再通电再凉 要不然会烧坏 被它线路了 一定要拔出来再凉 然后我再给你试一下 这个焊彩屏 那个琴状瓶 这琴状瓶 它的 它这个背光角是边边的 这两个稍微粗一点的 这两个角 我记得好像是这个 哦 电压高了 忘记了 调黑电压 这瓶瓶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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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光 看不 这瓶瓶坏的 这瓶瓶坏的 这个子 这个子 所以 中文字幕——YK